外送員騎車經過巷口 正好看見一隻漂亮的荊棘拉貓咪 躺在機車上曬太陽 他看了看覺得實在太可愛 連續三次伸手想把貓叫過來 沒想到下一秒 他下了摩托車 一手就把貓抓起來 抱上機車後隨即離開 整個過程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但他根本不是四足 原來這隻可愛的貓咪 是巷口這一間寵物餐廳養的 他們平時都會出來溜達 附近的鄰居看到多多少少都會幫忙注意 被抱走的就是這隻灰白色條紋的 荊棘拉品種貓 一隻大約三萬起跳 老闆發現後立刻PO網斜巡 直指被外送員捉走也同步報警 網友留言這根本是侵占 也有人說貓一定緊張到發抖 他偶爾會出來 一般基本上我們也不會去趕他 他自己會回去 有人心就比較壞就不一定 事發在雙十節當天下午 警方一車追人找到 這名三十八歲的零姓外送員 他到案後攻撐 因為貓咪沒上圈也沒細繩 以為是流浪貓才帶走的 但餐廳老闆認為貓咪的品種 並非常見的街貓 質疑外送員說謊怒告情戰 應該是品種貓吧 應該是類似波斯之類的吧 還滿可愛的 不太像 不太像有當的貓 只是他沒有給他帶一些什麼什麼 沒有 然後貓比較不會帶吧 本分距離遠景 立即協助將貓咪取回 並發還被害人 愛他就該保護他 不是你的就別拿 放養貓咪卻被暴走 當事店家始料未及 幸好最後有成功巡迴 三一新聞徐趙薇 傳聽如新聞報導